蔡主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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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倒要請問您 如果你主張終極統一 你為什麼現在還講不同呢 至於九二共識 臺灣共識的問題 我也一再的對您說 一再的向您解釋 您也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 你不是聽不懂 而是你不願意接受我的講法 臺灣共識是符合臺灣的民主程序 是符合臺灣的民主的期待 我們必須要先有臺灣共識 才能夠團結一致的去處理對中國的問題 這樣的基礎才能夠可長可久 比起九二共識沒有民主的基礎 沒有國家的整體的團結的一個凝聚 這個不會是一個可以暖結國家可長可久的一個基礎 至於所謂扁團隊的問題 我真的要跟馬總統講 站在我後面的是臺灣人民 但是在你眼裡卻只看到了陳水變 人民都苦了四年 可是發現馬總統還活在2008年 四年了你還拋不開扁馬情節 你活在過去 就讓人民成全力 讓你走進歷史 讓蔡英文和人民一起往前走 接著請